哈囉 早安 我是Nick 今天是沖繩的第四天 對 明天就要回去了 那因為昨天行程 因為風浪太大 就是前天叫我改到今天 結果他今天早上打來跟我說 浪還是有點大呢 要不要就是再換晚一點 所以今天一早的行程又再往後延到了10點 那這次可能沒有辦法去親自動庫 可能要改去搭船到遠一點的前點這樣子 對 那不過就交給專業的啦 那已經兩年多沒有潛水了 希望我沒有忘記太多 去完前天之後我們就要把車還回去 然後再去一個地方 待會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們就出發今天的行程吧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真龍田甲的停車場 然後剛剛老闆跟我說呢 今天還是沒有辦法去親自動庫 那好吧 就留一個機會 就是下次可以再來 那我們這次就會搭船到遠一點的地方 在下潛 那希望這次可以看到不錯的景色 已經快三年沒有潛水 感覺整個都快忘光了 潛水對我來說可以好好放鬆 有點像是在外太空移動 只聽得到自己的呼吸 只看得到眼前的景色 有種遠離成宵的感覺 老闆人真的非常好喔 幫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在日本潛水 比我想像中來得漂亮啦 因為之前都是在東南亞或在台灣 第一次就是潛水還要再穿一件這個 防寒背心在裡面 對 等於說穿了兩層 對 比較不會冷 那我們現在就去沖個澡 然後準備結束現在的潛水行程 我實在太想要吃這個泰式料理了 對 雖然是來日本啦 就是大家原諒我就是來吃泰式料理 這家泰式料理在Google map上評價相當高 用餐環境也很棒 價位也算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真的很久很久沒有吃到泰式料理 特別是日本人大多怕辣 能夠在這邊吃到香料味十足 真的會辣的綠咖哩 真的是太感動啦 米飯粒粒分明 泰式奶茶甜而不膩 大推啊 接著我們就要一路往南開 回到納霸市去囉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車還回去了 剛剛真的是有驚無險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附近到處都在施工 害我就還車有點就是叮叮叮叮叮 就很緊張的 對那我們現在要去搭電車去翻這個Check-in 後面就走了 咖哩 我們剛剛就辦完Check-in啦 因為它是2020年剛開幕的新飯店 所以你看它的房卡 很酷耶 居然是木頭質感的 第一次看到這種房卡 剛剛很不幸的櫃檯的check-in的服務人員 跟我說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早餐的buffet沒有 就改為套餐式了 然後樓上的酒吧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暫時不開放 然後因為季節的關係 泳池要等到4月 下個月才開放 不過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大概已經開放了 所以沖繩大部分的海邊跟泳池 都是4月開放 比較南邊一點 石原島的話大概3月中左右就會開放 所以大家來玩的時候記得查一下 就是什麼時候海邊跟泳池開放 我們明天沒有太多的行程 所以再來好好開箱這個飯店 那我們就趕快去下一個景點吧 從市區搭電車轉接駁巴士 飢渴到相當有人氣的賴長島 海峰露台 不過這是我第一次來 疫情關係加上陰天 真的是沒半個人影 有些店家甚至都空了 現在這台地方是賴長島 對那這邊其實蓋了一些就是溫泉旅館 然後還有很多很希臘地中海風的一些小店 那我剛剛晃了一圈啊就下起了雨 就想說剛才找個店來做好了 就發現生意最好的就是這一家 就是幸福鬆餅 我自己一直還沒有吃過 對之前看過好像蠻有名的 所以就想說剛好呢今天是禮拜六 而且不用排隊 就平常就是在沒有疫情的狀況下 這家店算是非常有人性 就你必須得 就是平日網路預約 然後假日到現場排 然後這次就很幸運 就是直接就可以進來做 對那我們就來開動 吃吃看這個鬆餅到底好不好吃吧 現點現做的鬆餅鬆軟可口 本身不帶有甜味 可以用楓糖自行調整 享用完後就坐著放空了一陣子 看到朋友關心的訊息 不禁因為外公的過世難過了起來 他說 海跟天空都是相通的 眺望的時候 相信思念一定可以傳達得到 結束吃吃喝喝的發胖行程 深感罪惡 回到飯店決定來運動一下 順便轉換一下心情 飯店規模雖然不大 但有氧跟重訊都還能應付 這點真的是蠻不錯的 重點是只有我一個人包場 本來想說晚餐就不吃了 本來想說晚餐就不吃了 結果運動完肚子又餓了 想要吃個沖繩SOBA 結果店家居然已經倒閉 來到附近一家相當LOCAL的小店 價格實惠 味道簡單 就如她的店名一樣 便宜好吃 看著婆婆一個人在廚房 盲東盲西 不經意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看到牆上貼著客人滿滿的名片 更能感受到店家的歷史 吃完晚餐就是回到飯店了 那我現在在的位置 是飯店一樓戶外的一個 就是泳池旁邊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我身後呢就是它的餐廳 就是它有咖啡店 白天是咖啡店 然後早上也是有提供早餐 那今天影片呢也差不多到尾聲 這是我沖繩第四天的行程 那明天就是第五天 就最後一天了 其實蠻不捨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來沖繩就覺得 嗯 好想要搬到沖繩住喔 就覺得 好像有點厭倦了城市的生活 待會就要回房間試試睡啦 那天氣預報看起來 明天好像也不是好天氣 喔 拜託拜託 希望可以放晴 今天的影片也到了尾聲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頻道才不會錯過 每週日本的精彩影片 那也別忘了Follow我的IG 那邊會有更多日本旅行的紀錄 還有生活的點點滴滴 那我是Nick 我們下次見 《神譡定》 拍屏幕中 cキノ logo 那個人 й 我們 invoke